下面我们就要期待一段非常优美 但是 仍然是很经典的爱情贵士 那就是黄雪晨和孙文艳演绎的花样游泳版的梁柱 个子高一点的黄雪晨在表演当中扮演梁山博 而形象更为甜美 个子矮一点的孙文艳 则是表演的祝英台 两个人将用三分钟的时间去演绎这段经典的爱情故事 第一段在三字经的朗诵声中开始了他们的同窗生活 苏监月的表演 在白文显的流行上 稳定了 苏监月枫 heritage 苏监月的母 알아 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选取的音乐段落主要来自于长庭西别和十八相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数十六 六千 十刻 十数一 六千 十刻 十数一 六千 十九 好好的 精力 感觉 深情 进入到最后一个段落 枯灵 撞坟和化蝶 是这一个段落的组成 乘套动作也是达到了最高潮 好的 这是一个很棒的冲启极拳 连续下拳 多招的连续下拳 完全一致 我只能说进入到正式表演之后 这套动作的感染力真是感动了现场的所有人 支持中国队的其他队员 在稍后还会有集体和组合的比赛 这位是孙文艳来自湖南 他的队友黄雪晨是来自上海 这套动作的原型就是来自于上海队的一套双人套路的编排 这是两个人的路上动作 个子高一点的黄雪晨 是梁山博的扮演者 女版梁山博的扮演者 而孙文艳呢 他的长相比较甜美 之前在单人的比赛当中 曾经用过芭比娃娃这样的配乐 所以他在今天的角色呢 是朱英台 虽然在历史故事当中 梁柱呢 到最后的结局是非常的凄美 引人泪下的 但是在今天的这个三分钟的表演里面 张小蕾教练呢 并没有选取特别大的比重 放在最后的枯灵撞坟和化蝶这个方面 只有最后的30到40秒来完成这个最后的结局 来达到高潮 大段的篇幅 从一开始非常轻快的情绪 描述两个人的甜蜜的同窗生涯 中间的难舍难分 这种恋爱关系和这种美好的生活 一输印象分太高了 38分呢 这真是全场最高了 但是我们不能因为他们的一个非常好的编排 来掩盖了成套动作的难度 在成套动作的最后 有一个难度很大的冲起集旋 冲起集旋 这个动作在今天现场 我们看到中国队是唯一一个在做的 由此可见 它的风险性是有多么的高 一般来说 在最顶级的双人的套路编排里面 才会去用 因为它确实非常容易失误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